中断将近13年的台20线南横公路 5月1号上午7点钟起 全线有条件通车 台东端向阳管制站涌入大批重机车队 民众热情在旁高喊加油 由于最高点大关山隧道只开放单线通行 高雄端等待放行的契机车队 一度绵延了5公里之长 只为了一堵南横风采 中断12年8个月的台20线南横公路 5月1号上午7点起 全线有条件通车 台东端向阳管制站涌入大批重机车队 一路上除了呼啸而过的重机车声 还有当地居民热情的加油声 今天是通车的第一天 大家都来抢头想你看 感觉好像所有的重机车队都跑到南横来了 加油加油 时隔近13年 再一次见到南横公路上人车盛况 也难怪民众又惊又喜 欣喜的还有附近的饭店业者 连日来住房率百分百 甚至满房到下个月 不过由于最高点大观山隧道 只开放单向通行 因此造成高雄台东两端隧道口车流回堵数公里 被游客形容是累停车场 本分局加强南横沿线的交通疏导 及房窃勤务 请驾驶人依交通指挥人员的指示行驶 台东警方加强交通疏导 也提醒庸路人注意管制事项 每周除24不开放通行 其余五天仅开放上午7点到下午2点通行 但大型游览车货车禁止进入 介绍车货海端相报道